一场意义深远的跨文化社会在巴尔干半岛上开启 2024年6月19日至22日 由北马齐顿斯科普里·圣西里尔与美索迪亚大学哲学院的跨文化学习与研究中心主办 第二届世界宗教对话与合作大会 主题是宗教与政治 世俗化是神话还是现实 引发了与会者的深刻反思和讨论 本届大会有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 大约50位的知名教授和研究人员 从宗教 文化 政治 历史和社会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讨论 主要聚焦宗教与社会的互动 宗教自由 文化多样性及灵性复兴的议题 第三天的会议上 由欧洲信仰自由联盟的Rosita Sorite主持的讨论 集中于台湾灵性运动的全球影响和宗教信仰自由问题 从太极门的迫害案件到宗教与法律规范 来自各界专家及三位太极门弟子代表 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见解 太极门独特的良心文化及其全球影响力 以及受到长期的政治迫害 为西方社会带来了极度的感动与震撼 来自希腊雅典国立大学的Savatori Costanza教授 惊喜地表示 他对于太极门的师徒关系非常印象深刻 让他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迪与他的学生 来自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的Nora教授 开心地表示 他非常喜欢太极门的武术展演 令人非常惊艳 来自北马齐顿的心理治疗师及精神科医生 Angelina Ilevesca感动地表示 这是本次大会中最精彩的发表 在看过2017年世大运的影片中 精彩绝论的武术展演后 非常希望促成东西方武术交流的毁灭 这场集结全球智慧的盛会 展现了宗教与文化之间深厚的链接 和对话的重要性 期待这些讨论能够为全球社会 带来更多的理解和公事 记者郭爱萍在北马齐顿现场报导